从目前的表现来看 绿牛算不算就是最弱的大将 他的实力是不是不到标准大将 最多也就逃兔茶团的水平 如果从表现来看 绿牛现在确实是最弱的大将 红发的一个远程霸王色 他都怂成什么样子了 当然也跟红发的霸王色太猛 绿牛的这个表情管理一下失控有关系 但是我相信当时的情景换作是其他的大将 应该没有一个人像绿牛表现那么差的 有种仓皇而逃的感觉 这可以说是大将绿牛人生的一个小污点 但是除去这点之外 绿牛的开场还是很猛的 直接把靳跟奎英两个四皇的父皇碾压了 加上突晚监狱的一大批开刀的部下 靳当时虽然的伤比较重 但是奎英他跟山智的内战 应该也是和大妈一样是被打出战场换职 他伤的并不严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 绿牛还是展现出了压倒性的优势 能做到压住两个父皇的 恐怕也只有大将跟四皇能做到这种程度 玛丽凯华的一战 绿牛是被靳门精的队长莫丽所限制 甚至伤到了 但是伤势不重 而且绿牛当时有顾虑在玛丽凯华作战 怕伤到天后人的明确限制 所以内战其实不能反映绿牛的实力 那拿下白胡子二世 其实也足以说明绿牛的实力了 白胡子二世被黄围形容为 仿若拥有年轻白胡子的力量一般 而且白胡子二世还疑似 砍下过曾经的大将 责罚的手臂 他的实力绝对是在骑武海偏上位的水准 绿牛可以说是轻描淡写的 毫无悬念的把他拿下了 所以绿牛的硬实力应该还是很强的 海军人才被出 他能被选择大将 那绝对是有扎实的实力的 只不过由于那个被红发吓跑的污点 准确来说是被红发海贼团吓跑的污点 表情管理太差 绿牛现在保守来说 他也只是看上去最弱的那个海军大将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